母親節要到了 台北市長蔣萬安發起活動 讓大家分享媽媽的口頭禪 網友搶答媽媽最常喊 我數到三 三 二 一 幾點了 還不睡覺 我說趕快回家在幹嘛 怎麼那麼晚回去 你怎麼跟你爸一樣 你為什麼跟他長越來越像 他早睡啊 注意安全 再問問有三寶的蔣萬安 太太又有哪些口頭禪 但第一時間光聽到太太兩個字 蔣萬安只想了一秒不到 直覺反應馬上跑出來 他很溫柔 他很溫柔 蔣萬安求生欲大破表 但人家不是問你太太溫不溫柔 是你太太有什麼口頭禪 他口頭禪大概現在就是說 怎麼還不回家 然後又不陪我吃飯 不然就是說好 今天晚上你顧三寶 蔣萬安真會怕太太嗎 記者直接問 難道你有被太太罰過跪算盤 現在怎麼會跪算盤 跪鍵盤 沒有啦 這個 現任市長超尊敬太太 前任市長的太太 經常為了老公和網友大戰 陳佩琪宣布九月要退休 柯文哲不知是怕沒錢用 還是怕老婆在家沒事會管太兇 這答案瞬間噴出來 他要找工作了 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兼差我就沒有收入了 我就沒有收入了 不行他一定要回去工作 不是回去工作 他一定要找到工作 我跟你講 我也想看 從蔣萬安到柯文哲 儘管鏡頭前夫妻檔很少一起放閃 但兩位市長談到另一半 共通點都是求生欲滿滿 記者黃毅峻李璇台北報導 我是王毅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